以色列人将它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廷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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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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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廷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 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图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西列 在加世山的北边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要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 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亭拿系列 在家世山的北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